关心完了市议员韩四村的直寻内容之后 继续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市议员刘德林今天是把直寻的其中一项重点 摆在凤山溪的整治 他认为不能光靠水利局 因为在凤山溪 尤其是在上游的部分 一些污染的稽查也非常重要 市府把凤山溪整治列入重要的施政项目 议员对市府做法的建议是 我们怎么样对于凤山溪整治 是水利局单独能够做得到的吗 我后来在公厅会的呈现之后 我认为这不是水利局单独 不认为单靠一个水利局 就能解决凤山溪的水质困扰 市政总职寻理议员这么形容现在的凤山溪 凤山溪整治多年 它溪水还是依旧是又臭又黑 颜色从黑色变成彩色 以水质改善为例 认为环保局的稽查角色不能缺 把水利局整治凤山溪的重要伙伴 指向环保局 水利局在前面打仗 后面的后方就是环保局 到目前为止整个凤山溪流域 我们机场的次数是281次 那如果说集中在工厂数比较多的 包括凤山鸟松跟大辽的话 我们有259次 那议员多次也对凤山溪的一个污染问题 跟本局提出很多的一个提醒 那所以这259次 我们包括主动还有例行性的稽查 针对凤山溪的整治 议员提醒市府的工程改善手段 要配合有效稽查才能相辅相成 港东兄欧院祝宇宏 采访报道